举起弓箭眼神专注 土城国小拥有广大校园及高达87棵的导花谢幕 天然环境及资源丰富 校方思考在既定课程外 是否有结合环境发展 专属于土城记忆性课程的可能性 刚好临近的旭观高中拥有很棒的射箭记忆课程 因此特别成立射箭队 打造学校独一无二的发展特色 就可以抒发情绪 原本就手都会被打到 然后就不想上了 可是后来主任还有教练的鼓励 还有老师的鼓励 然后就继续射箭 六年级也有荣获我们全民杯 一个女子团体组的第二名 在上一次能够现得现运 射箭的一个项目 男子组也荣获第三名 女子组也荣获第二名 那这个贵我们只有30位小朋友的小学校来说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成绩 孩子在获得这些成绩以后非常开心 在练习的时候也就更加卖力 射箭能够训练学生专注力以及稳定度 校方强调透过这样的竞赛 培养学生合群及团队相信力 尽管射箭运动得花不少钱 但为了帮助偏向学童拥有一技之长 校方仍是不遗余力 上课的时候专心度比较好一点 因为射箭需要很大的转型 如果一不转型的话 箭就会飘掉 就是又多了一个未来可以去挑战的东西 射箭它很需要是心要能够静下来 命中的那个准确度会比较高 所以他们的平衡感还有耐心和毅力是很重要的 县议员箭刺生表示 射箭队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归功于学校与学生对于运动的坚持及努力 希望未来大家持续关注 让偏向孩童能够持续获得发展的机会 也让我们土城国小一个学校的特色出来 虽然小学校学生没有几个 但是重点就是我们的教练愿意来为我们土城国小 来父亲来材败这些孩子 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发光花亮 能够在小学方面能够从根杂起 让小朋友能够好好的学习 虽然成立才短短两年 但在教练耐心指导及学生的勤奋练习下 在各项比赛中成绩也相当亮眼 但在光荣的背后却也藏有许多的心酸 因设计器材购置经费不足 仍需致力申请专案经费余余余补足 校方期盼持续与旭关高中射舰队合作接轨 希望培训选手在升学后 还能持续发展专长 记者洪一伦巧屯采访报道